醫生教授在吃什麼保健食品 問我們謝明澤教授就對了 我大概會補充 XX 維生式微情 我喝了這個飲品裡面 就可能會加一些膳食纖維 我年紀大了嘛 也希望能夠我這個記憶力 維持好的作用 所以可能會補充一些XXX 因為腸道很重要 腸道找不好 百賓不來找 所以我一定會補充一些醫生鏡 歡迎大家加入小魚健康活力度 我是Fish小玉儿 其实有关于保健食品这件事情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再补充 有没有补足吃的时间点 到底对不对 今天我们要邀请到 就是保健食品的教父 所有医生的老师 就是我们的谢明哲教授 教授你好 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对 谢教授你知道 很多台北医学大学的医生 他看诊的时候说 谢教授我知道 因为他就是我的老师 所以呢 如果医生教授在吃什么保健食品 问我们谢明哲教授就对了 一定是对的 因为谢教授最了解 他们到底在吃什么 我请教谢教授 就是说医生教授 都有在补充哪一些保健食品 我大概会补充 大概乙酉 一些维生食品品 因为有些我在 我喝了这个饮品里面 就可能加进一些膳食纤维 我年纪大了嘛 也希望能够我这个记忆力 有一些这个维持好的作用 所以可能补充一些软银子啦 另外肠道很重要 肠道照顾好健康就 这个白兵不来找 所以我一定会补充一些医生镜 对 这个大概是我每天 几乎都会补充的一些保健食品 所以这些都很重要 谢教授有特别提倡 三氧的概念 对不对 三氧其实呢 那保健食品是其中一个而已哦 就三氧是什么的 谢谢你让我机会跟大家分享 我的养生之道 对 第一个是我们要过三餐的饮食生活 或吃其他拉拉招的种种东西 就是等于营养 对营养 营养是对身体健康所必须的 另外就是保养 比如说我们现在很重视 要控制你的体重啊 要适当运动 这是我们所熟悉保养的一部分 所以是保养是指说你要运动 然后控制体重 对那营养保养 就对我们肉体比较有关系 我们现在还有一种心灵啊 修生养性的 比如说你要施解压力啊 我说我们常常听家告诉我们要 多信誠好意 多说好话 你不要忌妒别人 要多恭喜 多自伍别人 这个就是一种修养的嘛 所以这是我所说的三氧 三氧里面营养是最重要 我说我把它叫做营养是三氧之手 营养就是我们要吃的对啊 要饮食要清衡 所以我们营养师常常会做一些 饮食营养教育 把这个食物就分为六大类 如果在每天的这个三餐饮食 最好是每一餐都有六大类食物 那另外我们为什么需要 营养保养保养食品 这个怀孕啊 朴子啊 或者说受伤啊 你有一些慢性疾病 那有些相关的营养师 就会跟着增加需要啊 或者说这个环境很恶化 比如说空气污染 或说每天生活中太多压力 那抗压力 抗空气污染的 就有一些营养师就需要增加 对 另外就是过去我们可能不重视吃 所以身体的一些体质 就产生一些改变了 比如变成容易疲劳 容易血压高 容易这个身体代谢一长 也不是什么大病 那就是说亚健康 那这种亚健康 适当不是去吃药 我们应该是透过饮食改善 透过保健食品适当补充 才能使身体这些亚健康 这些能够迎刃而解 所以这个是我常常 几支这些观点来谈到 保健食品对我们 你有他每个人 都需要适当选择 做适当补充的一些理由 所以教授我请教你 就是说每天都一定要吃才有效 因为我有听过 有人有一个理论 就是说一周我会分配 礼拜一我吃哪一些保健食品 礼拜二吃什么 然后他就跳着吃 这样也没有说不对 因为这个保健食品 它是一种营养补助食品 对 我们最爱是从日常饮食来得到 可是因为日常饮食不容易惊痕 也不容易得到那么多种类的食物 所以我们就可能会欠缺少吃某些食物 而导致这些食物的营养是就不够 比如说我们为什么要喝牛奶 或是喝其他乳制品 因为乳制品是可以提供 比其他食物更多的钙 所以如果不吃乳制品的人 他的钙都不够 所以你可能需要补充钙的营养补助食品 这个意思啦 所以就是说最好是每天都有补充 那如果说你跳着补充 就是依照你当天的状况 对 所以有些是基本型 有些是次进型 有些是调整型 比如说我们全家基本都要补充 应该是益生进 对 我们全家要补充就是乳游 这是等于基本的 这个基本型 等于是保健型 基本型 那有些是调节 比如说我们家里有你爸爸 爸爸 假设爸爸血糖高 血脂高 我们就可以选择一些 调解血糖 调解血脂的保健食品 系教授 因为有很多医生教授都说 你一定要补充鱼油 连系教授都有补充鱼油 为什么 对 我每次讲到鱼油 就非常幸福莫名 因为我把鱼油形容是我们 前家人的保健食品 对 我们一辈子的保健食品 鱼油 鱼油是从深海一些鱼类 比如说那个 鱼体外表比较蓝色的一些 像你听过秋刀鱼 尾鱼 轻鱼 这些他们的比较多油脂的鱼 所以就把这个鱼就萃起出来 它的一种油脂 叫做鱼油 主要算这个结果有 Omega 3 Omega 6 Omega 9 那我们一般吃的这个食用油 都比较多6跟9 对 9最多啦 6 大概6其次 那最少是3 所以我们很容易3不够 那比如说你吃了太多6跟3 那么就容易发炎 会降低身体免疫力 对 所以我们现在要减少 Omega 6不然是一个方法 但是我们比较确实就增加Omega 3 所以鱼油就被人家重视了 对 因为当然他们过去发现那个 吃比较多Omega 3 就是说这些海中鱼类 得艾斯基摩人 他们几乎都很少人患心心丸疾病 那为什么他们得天毒祸 比较不会得心丸疾病 通常都是人啦 结果是他们的饮食 跟我们一般人比较不一样 它吃比较多含有Omega 3的一些 海中的一些鱼类的这种动物 对 所以Omega 3就变成现在很盛行起来 它有这种降低血脂 调节血脂 比如说血液中胆固醇太高 因为EPA的关系 因为酸酸胆固醇它可以把它降下来 因为它可以调节血糖 可以调节血压 也可以使这个我们血管比较不会酸塞 对 所以太多作用了 另外可能对一些癌症的预防 都有它的适当一些好处 所以鱼油真的是很棒 我把它形容叫做 我们全家人的保健食品 我们是一辈子的保健食品 一定要吃的 那像说鱼油啊 就是市面上 大家都出好多种 对不对 那到底要补充多少剂量 因为我看到有的人是一天要吃三颗 有的一天吃一颗 然后里面的剂量 有的是几% 50% 80% 对 所以你就看你鲜血的品牌 它一定有给你一些剂量的建议 我们就按照剂量建议去吃 那所以教授 就是说它补充点 就是比方说我就是习惯 一找起来我就会全部吃 那对于鱼油而言 就是说鱼油因为是脂溶性的 所以如果在饭后吃 饭中吃 是比较容易吸收 那空腹吃是可以吸收 但是吸收比较差一点 对 所以脂溶性 就像脂溶性 卫生是A 维他命D 维他命E 这个都需要在饭中 换后吃 它会随着我们所吃的油脂 一起来吸收 就会比较容易吸收 吸收率会比较高一点 对 那可是那个蝎教授 我请教你 有的人就说 奇怪我吃这个鱼油 这一家的 为什么怎么吃都没有感觉 是为什么 是它吃错 还是说它根本不需要 是为什么会没有感觉 没有 鱼油你吃了 本来就没有感觉 对啊 譬如说你要调节你的鞋脂 需要长时间的那种 调整作用 所以是持续吃 不是一天吃 我就立刻突然变得很聪明 不可能 这个食品不是说 让我们吃齿痛剂 吃了马上就可以消炎齿痛 不是的 保健食品它是指 弥补我们饮食不坚衡的一些营养师 透过这些营养师 保健食材 保健成分的补充 透过一些调整体质的作用 改善你的视力 改善你的记忆力 或是改善你的鞋脂异常的情形 所以它不是让你说有感觉 感觉什么 感觉不出来啊 就像我一直很自好 我的视力会这样好 对不对 我看这个都不用戴眼镜 对好厉害 我刚还 我看手机也不用戴眼镜 对对对 新教授很远都可以看 很多那个食品标签 都不用戴眼镜 就是因为我实际是 我认为跟鱼油 夜黄饰等等 这些适当补充 都有产生一定的这种效果 对太棒了 鱼油是我最 我最通常有时候最 自我肯定的 一定要的 推荐朋友要去做事当补充的 好 那所以鱼油 之后呢 我们就来谈谈益生菌 益生菌可以说是我们 肠道的守护神 益生菌吃了XX以后 它就可以传宗接代 没脸不洗啊 所以益生菌的好处就是说 它可能让我们肠道蠕动 不管对我们婴儿 对我们全家老少都是要的 大家好 我是小鱼儿凯鱼 那因为我是敏感鸡 所以呢东西好不好 用在脸上我立即知道 推出的新产品要介绍给大家 就是我们的ES 美肌液菌洗面乳 因为呢它就是在洗脸的同时 帮你用满满的好的益生菌在里面 然后呢只要用一点点 可以看到哇好细致的泡沫 真的非常细致柔滑 你洗完脸之后呢很保湿 不会紧绷 甚至呢会让你的皮肤达到最好的维生态 看起来自然的透亮净白 你看呢我这个是有洗的 然后这个是没洗的手 白吸透亮的感觉很不一样 那特别把这一支非常好的洗完不紧绷 不会暗沉 如果你的肌肤维生态的保持不平衡的话呢 肌肤很容易暗沉 看起来是不健康的哦 在这里特别推荐给大家 ES美肌液菌洗面乳推荐给您 希望你会喜欢 下集中的时间 请不吝点赞 按订阅 点赞 订阅 按订阅 转发 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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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赞